好,来,同学可以看看我们的目次的部分 看看我们目前是上到哪个阶段 好,来,同学看一下 就目前我们是在这里的 那么呢,在上堂课 我们呢,就是今天 都属于B,同学可以把麦关联 好,同学呢,我们呢 基本上,已经进到来就是文法去路的部分 那么呢,在这个文法去路里边 有提到,徐佛需要知识跟学问 我们完成,对佛经的态度完成 然后,虽好修学哪一种也已经完成 那我们现在就进到了一门深入了 那么,预计一门深入可以完成 过后,会开始去谈 佛教的典记,是不是难懂难读 那么呢,同学在这些范围里面 基本上,我们都会让同学学到 相关佛教的原点是如何进行阅读 那么呢,以后 因为未来同学都会专精在某一部经 某一部论 那么呢,现在电脑很方便 但是呢,问题就是资料容易搜寻 但是呢,你如何去抉择 那个资料,这个东西是需要一些功夫 因为呢,你一查出来一大堆 哇,也是一片大海,茫茫大海这样子 好了,同学,我们看一下 所以呢,在这几堂课里面 都会让同学看 师傅的过程是如何谷歌出来 然后如何进行抉择 这些都是同学 你把他学会将来自己深入的时候 就容易得多 那同学,我们看一下 就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今天 在上一堂课里面提到 如何一门深入 那么有提到五四支 那么呢,他基本上 事先播了很迅速 过后呢,再转进 那么呢,对于刚初学的人呢 应该是先学概论 和通史性的东西 以便指导大概 那么呢,我们在上一堂课里面 发现了,我们蛮多同学 其实是未必有教史的背景的 很多没有教史的背景 虽然我们鼓励同学 要有一些教史的背景 这样 然后呢,佛法 概论啊,佛法 就其实我们现在上的这些 都是属于佛法概论 那么呢,陈佛知道是 更深一级的佛法概论 这样子了 所以呢,大概这个概论读过 历史是属于一种 时间来的 历史是时间 然后呢,这些佛法概论是空间 那么时间空间你掌握好了 那么以后你学什么东西都好 你都可以啊 就是把它放在相关的位置 就不困乱了 好,来读学我们看一看 那么呢,就是我们进到去今天 接下来的部分 目前对于一般佛教徒来说 好,来,有请就是会评 读一读了 目前 目前对于一般的佛教徒来说 最必切需要知道的所谓一门深入 倒不是有关经律论的问题 而是在于宗教经验 修持法门 以及善知识的选择和追随上 因为一般人不知道自己适合修行 哪一宗派或哪些法门 以至于不论是修苦行 修乐行 修险教法 修密教法 均可能不知所从而样样都学 在险教方面 如果净土 禅 绿 天台 华言 维士等 中都各有一位 乃至几位知名的 身属大德都可足以 使得那些患得患失 尽以思千 潜藏计旨的人 处处称学 常常变更他们的老师 时至今日 又有某些没有师诚的密教 以及民间信仰的鬼神教徒 自称上师 自立佛 纷纷出现世间 而他们也有 也都有一套自圆其说 自成其理 自创其法的宣传 琳琅满目 使人目不暇及 一般没有 博学基础的人 在某修持方法和修行成效 有所需求下 也不免处处摸索 见一样学一样 结果 很可能遭致 精神错乱 心理失常 生活失调等下场 而与社会脱节 变成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因此 我们主张要一门深入 不要建议思迁 得荣 忘俗 如果你以认定所学的是正统的佛法 正信的佛教 只要没有发生副作用 无论念佛 参禅 持咒 在正常心态下 日积月累 不断的修持 都必定会有成效可见 前面求好奇心的满足 观能的刺激和思想的激荡 应该以平常心去修学佛法的正常道 也就是合理的 人 人本的 自立的 亲近的 利他的 最有加上 佛力的救济 以及临终往生 佛国净土 就够了 否则 既想成为佛教的高深和大德居士 又想通晓古今中外的文史 哲学 宗教等 各种知识学问 便无疑是浪费生命 因此 如此 既不能自立 也不能利他 既不能够充分的自修 也不能够以自己的所长 去帮助他人 好 感谢 来都说我们笑话这一段 我都知道 上海 在一段 中文章 在一段 中文章 是他 在一段 中文章 是 人 在一段 中文章 是 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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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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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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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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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